燒木炭戶外烤肉 今年为了防疫做不到 今年只能在家烤 但把烤炉搬到室内 会烤到整屋子烟 有业者脑筋冻得快 推出真空包的烤肉串 主打水煮的烤肉 只要有锅炉汗水 把真空烤肉串放下去 煮八分钟 撕开来跟现烤的一样美味 订单是有增加 差不多两成左右 对烤肉关系 所以就是一个方便性 中秋也不一定要吃烤肉 台中有另一家业者 推出冷冻的臭豆腐 麻辣臭豆腐吸饱浓郁汤汁 这原本是店家的招牌菜 因为疫情下大家的饮食改变 他们就把菜色改良成 冷冻包贩售 民众他们其实在购买的医院上面 有做了一个提升 对因为方便他们在家里面 就是方便的及时 餐饮旧商机把疫情危机 变转机要攻下中秋市场 记者杨静王诗涵 台中采访报导 10分钟 多谢了 eze hätte 我 可 搅